今年二十岁的何礼一出生就失去了听力 可他有一个大大的梦想成为一名拳王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一边送外卖维持生计 一边刻苦领拳 一月二日 记者在重庆市沙平大区拳击协会看到 何礼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训练 备战一月中旬 他人生中第一场业余拳击比赛 何礼与拳击结缘是从初中开始 当时他在电视上看了一个 有关拳击的纪录片 从此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梦想着成为一个拳王 起初他怕耽搁学习 所以一直没有练习 后来工作以后 他经常看功夫片 模仿李明演员的动作 留一点基础后 才决定开始到拳馆系统化的学习 2007年 何礼在一次活动中 认识了他现在的教练范金融 范金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拳击教练 曾是重庆拳击队的专业选手 取得过全国青年拳击锦标赛冠军 退役之后 他一直从事拳击训练 目前何礼也在他手下练权 其实我刚接触他的时候 因为我确实考虑到 他的自身的一些缺陷 也听不到 也说不了话 然后可能会考虑到 他可能不太适合训练 然后我就观察了他很长时间 但是我从这段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比一般的普通人 可能身体的协调性或者是聪明的程度 都远远高于 我感觉要高于普通人一样 范金融说 虽然何礼听不到别人说话 但他很聪明 每次教练示范动作 他比其他学员还学得快 同时何礼还是一个细心的人 他学习时眼神专注 会记住教练示范的要点 练习也很刻苦 每天回家后还要加练 虽然说他自己知道自己自身的缺陷 但是他比如说跟人接触 还有聊天这些 基本上没有障碍 虽然说他不能说也听不见 但是丝毫不不能阻止 他跟我们交朋友 或者认识新朋友 跟他们一起沟通训练 合理从2018年11月开始 每天风雨无阻的骑车两小时 从重庆大学城到沙瓶坝区拳击协会 进行训练 为了梦想 为了维持生计 他每天练完拳后 还要送外卖 可能他觉得送外卖的话 可能时间上 训练上更能 能更好的两边兼顾 所以说他 最终于选择 边送外卖 边打拳 他基本上都是白天训练 然后练完之后 就送外卖 拳击是一项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 正常人练习拳击 经常都会在队练中意外受伤 打伤手指 手臂 鼻子 嘴唇都是尝试 合理也不例外 但他无远无悔 合理说 他的梦想就是将来登上职业拳击擂台 获得金腰带 成为一名拳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